而就在摊商摩拳插掌 规划抢供振兴券商机的同时 当然也有不少关注如何将资本券 兑换成现金的作业 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办理的 台东厂次的说明会当中 分别针对了有无统一编号的商家 来解说如何对付详细步骤 以及注意事项 透过镜头带您快来看看 众所期待的振兴三倍券上路在即 谈上业者们摩拳擦掌 规划优惠措施抢供商机的同时 最关注的就是收到的资本券 该怎么换成现金 也担心钱卡在券里周转不灵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也针对策点 在台东办理振兴券推广说明会 为业者们一一解答 对方式有哪三种 有行动支付 电子票证 信用卡 三倍券的领用整个流程 全部都说明得非常清楚 振兴三倍券兑换时间 从今年的7月23号起到明年的3月31号 针对有统编的业者 只要填写三倍券背面的对领单 就可以兑付现金 而且当天就可以入账 若想要是麻烦 也可以在背面盖上统一发票章即可 若是没有统一编号的业者 就必须要寻求商权组织 工会协会等 有统编或是类统编的单位 委托兑换 当然业者也可以直接拿的券 去购买营业所需的原物料等 但有一点千万要注意 就是三倍券对领人栏位 必须填写协会或工会的资料 而非业者 所以我们是后摊商的背面 摊商收了理用券以后 那个背面不能够做注记 然后又要与我们协会或是工会 再去代收 代收以后再跟银行再去做兑换 就怕商村业者物田资料 协会干部一再千叮零万嘱咐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则是希望商家 不要急于兑换现金 鼓励姜劝再拿去消费 达到扩大刺激经济循环 这里是沙沙会台东市报道